我以前是個愛亂買包包的人 買包包的一個原則就是你想念他超過三千就把他帶回家 在去年的時候暑假我們去迪士尼玩 最後我趁大家在還推車的那短短的五分鐘 我就進去店裡用手刀的速度 看到了這個還有另外一個也背腰包 我一定要買個東西回去啊 我怎麼可能在迪士尼沒有買東西呢 這種包包你打開一定就是想要側背嘛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我側背的時候它大概卡在這兒 因為就是你知道那時候很厚啊 然後就卡在這邊 那你知道有些店員就說 這個包包就是要背這樣 對不對很近你知道嗎 那時候拿到什麼東西要打到幾點 請問到底誰背這樣告訴我 這一咖是我媽媽送我的某一年也是生日禮物 她說這一咖是以後傳家之寶 然後它叫做HAC就是Hermes的旅行系列 我說媽就叮嘱我說這個包千萬不能賣 這以後停產可以拿去舒服筆拍賣場賣這樣 這以後停產了可以拿去舒服筆拍賣場賣這樣 我媽媽的星期間 都開扮了我今天有些公認 將那個錢給我買 我最新的名單款